《理財分半鐘》 《理財分半鐘》 《財路自然通》 《理財分半鐘》 林秀榮 外國人都可以在美國投資房地產 但是假如他們不準備將來移民來美國 他就要注意我以下所講 假如外國人將物業送出去 那個鎮魚的物品是在海外 例如在海外匯入一些現錢 那個鎮魚人就不受美國稅法管制 即是無論他送多少價值都沒有申報的需要 也都是沒有禮物稅的問題 但是假如外國人是在美國有房地產 他離世之後那個遺產稅是怎樣計算呢? 除了在美國的銀行存款不計算之外 其他在美國的股票經紀行戶口當中的股票 債券甚至房地產都算是他的遺產 而外國人在美國的遺產只有六萬元免稅 所以可能會有相當重的遺產稅 外國人將這些將來被算為遺產的資產 在生前作鎮魚又怎樣呢? 外國人亦都有每年每人一萬五千元免贈稅的條例 但是他們只有六萬元的遺產免稅額 而這六萬元都不能在生前預先做鎮魚 所以外國人將美國的資產作鎮魚是有相當困難的 基於上述的限制 外國人在美國投資房地產前都應該考慮清楚 可能要用公司的方式擁有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分半鐘見面